三个法宝来选股的思路 在跟大家交流之前 不要郑重声明一下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此课件内容均用于量学云讲堂的平台播放 均限于付费的学员学习 视频中所涉及到的个股 均均作为教学案例 不作为个股推荐 禁止释盘 未经数面授权 任何个人与平台禁止录像 禁止录音 禁止在网络上发布及分享 如有为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此课件内创作权归我所有 在跟大家做分享之前 每一次分享之前 我总是把风险控制与资金管理抱在手外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人 是人我们都有贪婪 那怎样的客户这个贪婪呢 既然我们是来学量学的 那大家应该严格的按照量学的标准 在资金管理上我们要分成两等分或三等分 根据你自己的性格 在建仓的时候 仓位管理上 建仓的时候三一层 加仓的时候二一层 就是拿出其中一等分 拿出其中一等分 建仓的时候三一 加仓的时候二一 那我们也分析好这个桩了 也预判好这个桩了 它要欺着啊 它打破平衡向上失衡在刹那 我们大家要下单了 下单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要什么呢 就要给自己加一个安全 对吧 加个安全保障 什么安全保障呢 你就把这条线呢 划好这条线 这平衡线 这也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线 那你预判准确了这个桩 那这个桩也于你所愿 也打破平衡向上失衡 步步登高 那我们大家就乘上 装下的轿子 风光一把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市场的原因 企业的原因 装装拼杀的原因 第一天是涨的 第二天呢 激到了什么 激到了你的成本位 激到了你的生命线 并且盘出没有 盘出不来 那我们大家要什么 第一时间出套 第一时间出套 别等三个点不出 五个点不出 十个点 二十个点 五十点 那我们就牢牢的 被这个市场说 属负 那我们要在这个市场当中 我们要做什么 主动交易者 所以说大家要什么呢 要手标 往我执行合一 严格的执行 纪律 什么样的纪律呢 线上持股 破线抛 线上我们可以 大家大胆的持股 但是呢 一旦破了我们的 生命线 成本线 那大家要第一时间出套 只有这个样子 我们才能 减少我们的损失 你只有 严格的按照 线上持股 破线抛 手标 往我这样的执行 你才能在这个市场当中 快乐的玩耍 那我们怎样 根据此阶段的 涨停 二大盘的 涨停趋势 那我们怎样 才能奥底 当中淘导金子呢 这又 让大家呀 要明白个什么 明白 找低量 那什么是低量 大家要明白 低量柱的基本定义是什么 上集科 我们跟大家交流的是高量 那这几这几个跟大家交流低量 那某一阶段最低的量柱 称之为低量 按照看量型的法则 这个某一阶段 可以是三五八天 也可以是十天半个月 更可以是百日低量 就是按照一百个交易日来看 百日低量 也就是说什么呢 距今最近的 阶段最低的 那个量柱 不分量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低量柱 甚至它可以和就近的 就像左边 往左看 对吧 它比昨天呢 低 那它就是什么 昨天和昨天上比 那它就是低量柱 对吧 所以说呢 大家要知道 低量柱的基本定义 是某一阶段 最低的量柱 某一阶段 某一阶段 最低的量柱 那低量柱 它有如下 几点重要的机制 第一个是什么 修课机制 那低量柱的出现 肯定是庄家的修课行法 问题是在于测试市场 先有的泡压 到底有多大 为下一步的行为 做好准备 那大家知道 低量柱是谁所买 低量柱是市场所买 那高量是什么 主力所买 那低量 低量是什么 大家买和卖 大家都不成交了 市场平稳了 市场的情绪平稳了 大家能处出现低量 这说明什么 肯定是庄家 他的修课疗法 庄家不参与了 对吧 第二个是收集机制 那低量柱的出现 肯定不远处 有王牌柱的出现 这就是说 低量柱是培养 王牌柱的土壤 其实是主力趁机 收集了足够的筹码 才敢用这些筹码筑起王牌柱 因此低量柱的收集 常有偷偷洗筹的行为 那这句话 大家要知道 什么叫偷偷洗筹呢 就经过 大家知道老公民知道 很有多长 瘦有多高 也是老师跟我们讲的 十月怀他一朝分娩 经过长时间的 长时间三五八个月 甚至一年两年 庄家呢 我说什么呢 不断地在阶段地步 吸筹 不断地在阶段地步 吸筹 等什么 等空了 等吗 等有没有同伙 再等 等看看 大事 市场兴趣如何 对吧 就是大家要知道 偷偷吸筹 他不是说是 一个月半个月 十天八天的 他是偷偷吸筹 而是经过呢 经过长期的时间 偷偷的吸筹 那第三呢 是什么 侧服的机制 低量度的出现 暗示着 庄家成本去的底线 只要市场抛压 不打破这个底线 庄家呀 他就会放任自流 一旦要打破 庄家就会全力自救 因此他往往与盲牌处 腰相互应 形成有效的 侧底 侧服底线 这个要跟什么 要跟偷偷吸筹 偷偷吸筹的性质 结合起来 因为什么呢 因为庄家 他就经过长时间的 偷偷吸筹 他才能形成 他才能形成 有效的侧服底线 而不是什么呢 而是 而不是主力 他刚刚呢 拉高 抛压之后 他打出一个 打出一个低杖来 他马上就能呢 他马上 他就能进行侧服 而是什么呢 而是 庄家才是 不断不断的 才去修口老法 经过长时间的 偷偷的吸筹 然后达到阶段底部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 才有侧服的机制 那低量柱的特殊功能 还有三点 第一个 他是测试阶段性的底部 任何股票的场 涨跌幅 不可能以非充电 在其拉伤和打压的过程中 必然有一个被市场 所能接受的最低点 必然有一个卖买 双方拼搏或到平衡点 而这个最低点和平衡点的重要标志 它就是低的 由此可见呢 这个低量柱 它具有停占柱的意义 这就是用我们什么呢 我们要用我们的三线来解量魂 三线规律来解释量魂 那三线规律 卖在买些 那低量是什么呢 低量就是说 没有人卖了 是没人卖了 达到百低了 因为认为这个价位是什么呢 买的人因为这个价位 他还有新低 卖卖的人呢 他认为这个价位 已经打到新低了 我不卖了 我认为这已经打到新低了 所以它是一个反向一个认同 买和卖 同时因为有 买的人因为还能新低 那卖的人因为已经新低 卖了 所以说此前的形成 第一了 对吧 第二个呢 价在量线 那就是大家都不卖了 买的也不买了 卖的也不卖了 那没有买卖就没有量 这就是低量 那第三个装債散心 那这个买卖 这个价位 是谁在主导的 是庄家不参与 或者是庄家用少量的资金来参与 他前期自己进场了之后呢 他那个 价跌下来 跌跌跌跌跌跌到 现在底部之后 他要测试一下看看市场的底线 对不对 和市场的情绪 我洗了洗干净这个牌 我不作为 我不参与 我就看看这个市场 大家共同的 看看我这筹码洗不洗干净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呢 用三线规律来解决量 知道 低价处是什么 低价处是停站住的意义 大家都不交易 都停站 买卖双方也不拼搏了 也不交易了 它是停站住的意义 对吧 那第二 测试工房线的称力 任何组装都期望自己的 王牌主席有强大的称力 但是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和人气的东西 工房线的称力不可能一成不变 为了检测这个称力的有效性 那他必须要经过什么 反复的确认 那确认的最佳方式就是什么呢 确认的最佳方式就是新务科疗法 我不参与 对吧 测试起工房线的称力 可见这个低量有去有什么 有去支撑住的作用 第三个呢 测试临界点的失控 反攻实际的确认 是庄家最头疼的一个课题 反攻早了不行 反攻满了也不行 为了测试这个时点 许多庄家费尽了心思 但是通过多种试验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新务科疗法 放任自由 以阶段性的低量住的 出现最佳的试点 可见呢 这低量主义就有什么呢 低量主义就有反攻注的市场 是庄家 庄家嘛 我不作为了 我就看市场 这样来表现 对吧 一旦市场 大家都没有什么呢 都没有交易 而且尽管长时间的 来测试 那 庄家呢 轻轻的在一个 引导 对吧 一个引导 我轻轻的啊 稍微有点资金的引导 我看一看 看看这个市场的秩序 平不平稳呢 那他稍微有点资金来引导呢 那也没有人买卖 那这是什么呢 这时候庄家 他才能放心大胆的来做多 对吧 这就 这就关系到什么呢 关系到三枚定性 那低量柱 轻打掌听 我们还要结合什么呢 我们要结合一下 三枚定性 三枚定性当中的 集合定性 第一个 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 低量柱加确认柱 这是什么 这是探底与回升 相左证的标准 低量柱一般出现在缩量柱的最后 也就是出现在股票走势的阶段性起伏的谷底 或者说什么 是凹底 为什么现在要给大家讲奥底三法宝 就是根据此阶段的掌听取证 我们盘面大盘不值 不断的回调 在回调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要什么 我们就要在奥底买淘金子 这就是什么 或者说是奥底 就买奥底淘金子 对吧 只要次日量柱高于这个低量柱 次日它就近对比 次日对吧 就近对比 次日高于这个低量柱 或者说它是什么 连续三日高于次量柱是最好 这就结合什么 结合我们的三日定型 对吧 三日高于次量柱的最好 基本上可以就确认了 这里就是什么 阶段性的底部 我们称这个确认底部的量柱 给确认柱 在这个位置的介组 基本上没有什么风险 基本老师没说的 一定是基本 基本上没有什么风险 我们什么呢 我们还要结合什么 我们要结合做侧的建设 对不对 但是很难 这时候呢 你只是看到了低量柱 加确认柱 它很难抓到涨停 因为什么 因为这里还缺少了一个什么 缺少了底气 谁的底气啊 庄家的底气 那我们量学与普通 传统的量学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我们量学学的是什么 我们量学看的是股票背后的庄 对吧 看这个庄 它有没有底气 那这个庄有没有底气 是不是就表现在什么地方 表现在量柱上 那什么样的量柱 那第二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第一辆柱架背辆 那背辆是什么 背辆是主力 实力雄性的温度器 是我们看到的庄啊 所以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第一个是确认 第一辆家确认 确认吗 确认撒个车了 对吧 那第二呢 第二个要确认 我们要找到庄啊 第一辆家背辆找到庄 找到有实力的庄 对吧 这是底部 底气相结合的标志 它又有底部了 探测出底部来了 那又找到谁的底气 庄家的底气 那它结合起来呢 那第一辆柱 可以确认是阶段的底部 但是它不一定有这个底气 它只是确认了底部 但是不一定有这个底气 也就是说 并非每个凹底 都能产生飙升和涨停 所以第一辆柱 它必须经过次日的辆柱 次日辆柱的确认 它才能认定它的性质 对吧 被知决定性质 如果在第一辆柱的次日出现什么 我们看到了庄背辆 看到了庄背辆柱 那那才是底气的标志 往往一抓就里 我们又找到了底部 我们又找到了庄的底气 所以说这个时候才能吗 才能一抓就里 对吧 那第三 我们还要注意什么 缩量柱的低量柱 缩量之后的低量柱 这是什么 这是康底与拉伸的相互应的标志 在正常的行情中 如果出现突然 缩量一倍的低量柱 这时候大家要瞪大眼睛 为什么瞪大眼睛 往往这个时候是庄家的修客疗法所知 目的是什么 大家一定要知道 目的是什么 它为什么要突然的来缩背一辆 缩量一倍 它目的是什么 在清洗浮仇 康实底部 测试支撑 大家要清洗浮仇 康实底部 测试支撑 探究现在的架注的承受力 同时也是市场吸收的一个表现 一旦我们发现这样的让柱 我们大家要什么 特别大家要 特别特别的睁大眼睛来关注 尤其是第二天的盘口走势 第二天盘口走势 如果开盘半个小时 它的量能有效放大 它就有掌听的可能 这要结合什么 这要结合位置 对吧 就是什么 就是跟大家交流的 我们要结合什么 结合三枚定型 三枚定型 实现转化原则三枚定型 空间转化原则 回点定型 在什么样回点 还有什么 还有组合转化原则 就是集合定型 低量加确认 低量加倍的 这个注意 突然所谓的低量 对吧 那底部的三个法宝 是哪三个法宝 我们找到了什么 我们找到了阶段的底部 也找到了庄 也找到了庄 那找到了庄之后呢 那我们在阶段底部 有哪三个法宝 我们大家都稳定的来 第一个 我们让些是没有王牌不炒股 对不对 没有王牌不炒股 所以在奥迪的时候呢 大家第一个要找到低量 所谓出之后 往往就形成低量 找到低量 找到缩量 这个什么呢 我们找到王牌 要什么样的王牌 我们要真底真底抬高 底抬高的 我们不坐刹车 第一个底 一是太 二是功 我们要低地抬高 一是太 第一个真底是太 第二个真底 是功 是功 是功我们看看 结合什么 结合左侧的量下建功 看看能干还是不能干 那第三呢 一是太 二是功 一是太 二是功 三是主功 第一个我们要看 第二个要关 观察看 干还是不干 结合左侧的量下建功 是要结合左侧的量下建功 看看是真跌还假跌 并且呢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是大赢大赢下来的 还是小赢小赢下来 还是下线临界下来的 是主力库牌之后下来 对不对 结合左侧的量下建功 然后呢 我们要我们呢 我们是不是 一是太二是功 三 主功 我们要在主力打响 主功站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临界点的时候 在临界点的时候 在拐点的地方 是我们大家要跟上庄 怎样跟上庄呢 那他的起场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有个标准 是不是有个标准 什么样的标准 就是抗量 就是抗量 抗量代表什么 抗量 刚才跟大家交流的 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光看到低量是不行的 我们只是看到了吗 看到阶段性一个低 底部 它必定是有底气的 对不对 那这个抗量是什么 抗量 健抗的量 你可以是背量 也可以是高量 那背量是什么 背量是主力实力与雄心的温度机 对吧 是庄 那高量呢 高量也是什么 庄家所谓 就是庄家能把这量柱拉高 他不能什么呢 不能把这个量柱给它压缩到白亿 低量 所以说的低量是什么 低量是市场型的 而高量是庄家所谓 低量也是庄家所谓 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把这个三个法宝 融会贯通 结合在一起 我们才能找到什么 我们才能找到底 在奥迪当中找到底 并且找到底之后呢 我们还要有个确认 什么样的确认 要什么找到奥迪的王牌 并且这个奥迪的王牌是什么样的王牌 是底底抬高的王牌 是撒出车之后 撒车换党之后的王牌 才是我们要的 对吧 那以什么为标准 我们找到标准 找到谁 找到康乔 只有把主力的底线和底气 阶段性的底点找到了 我们要找到什么 又找到这个主力撒出车了 换好党了 他要标准的时候 那我们要什么 在阶段底部 我们要个标准 找到什么 找到康乔了 找到康乔 那老师给我们讲 什么 乔 什么叫康乔 健康的乔 不 大于四倍的 不是发烧的 对不对 大于四倍叫发烧的 那叫康乔 叫发烧量 对不对 少于四倍的 健康的量 对吧 只有什么 只有站在乔上 大家是只有站在乔 乔上面 是我们走才安全 是站在乔上走才安全 如果你不站在乔上走的话 那你呀 在桥底 在桥底走 另外下面有水 这是不安全 是不安全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什么 找到 桥 而且是什么样的桥 健康的桥 而不是发烧的桥 对不对 四倍以下的 就近对比 四倍以下的量 那就叫什么 康量 康量 吃点 也就叫什么 叫康桥 好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案例 那首先我们回到软件上面来 大家也知道 这个魔术科技 应该是老学员知道 这个魔术科技 魔术科技在哪呢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直跟大家交流 交流什么呢 这就是丑小丫 这也是我们一直盯 一直盘的 大家也知道世界最喜欢什么 世界最喜欢在底部 抓到什么 庄稼 它是有实力 有预谋的 在逐利拉升的时候呢 我们潜伏进去 老学员都知道 世界最喜欢抓这样的 抓啊 这样的抓 那这个魔术科技 就是我们的丑小丫 啊 就是我们的丑小丫 咱们现在老学员 有些老学员知道 因为吗 因为他是老学员 跟师姐做过这一步 跟师姐做过这个魔术科技 就是我们的丑小丫 那大家来看一下 丑小丫 这个大家要看到 看到什么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 看 低点 低点 我们说不看 大家看 这段时间有没有低点 这段时间 大家看 没低点 是有低点 是打到摆低的 是有低点 在这儿是有低点 但是这个低点 大家看 这个低点 有没有被确认 杀出车中换挡 有没有被确认 没有被确认 是没有被确认 他只是吗 他只是测试了 阶段性的底部 对不对 他有没有实力拉升 有没有确认出实力拉升 有没有杀出车中换挡 是没有 是没有 所以说这个样的 低点 这样的低点 只是我们大家看到 它是指示测试 是不是这个市场阶段性的底部 是不是 那是不是还要等确认呢 等确认 那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哪儿呢 在这儿 你看 在此阶段 在此阶段 但是 从 从多少呢 这是多少元 从这个 11 一直打 达到 达到 2块7毛6 是不是 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是多少倍 进5倍 是不是 进5倍 打下来进5倍的空间 在此阶段的时候 大家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杀出车了 在这儿 是不是 这样杀出车了 触底机身 是触底机身 一个调控 那这就是元帅 元帅是不是 这条黄金线 一直 回踩的时候 一直没破 对吧 这是杀出车了 在这儿 杀出车了 而在这个地方 是在这儿 才是个换挡 在这儿才换挡 对吧 那我们做什么样子的 我们不坐刹车 对吧 你看在这儿 是打到摆地了 打到摆地了 我们不坐刹车 刹车 回来 我们不坐 坐换挡 十秒换挡 缩挡挡 缩量 赐阳 盖前衣 你应第二天 跳空被抢 是不是 他第二天 跳不跳空 第二天 大家看 平看 没跳空 对吧 这天没跳空 但是呢 这天是跳空 是这天跳空了 是低量 加倍量 是主力呢 在此阶段采取 休克疗法之后的 有实力拉伸 对吧 是有实力拉伸 那我们看到什么了 我们看到这个桩 是看到桩 不光我们看到什么 他撒住车了 又换挡了 那我们还看到这个桩 是不是 看到桩 那在此阶段 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结合 左侧的两架结构 是不是结合 左侧的两架结构 是在主力后呢 你看 他是长期打压 长期打压 在洗盘 长期打压 洗盘之后的 这样的拉伸 这样的拉伸 拉到这个地方 拉到 大家看 拉到 左风 又是什么 又是重马密集 去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于是这个地方 你看 桩 是水清洋化高水 从这边 下来下来下来 那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前期 又桩 进进场了 对吧 然后呢 在哪呢 我们发现的呢 这一波我们不做 这一波 这一波 我们没做 那我们做到哪一波呢 下来下来 回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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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哪个地方呢 但是到这个地方 我看到什么呢 大家来看 在哪个地方 你看 回踩啊 回踩到这个地方 大家看 你看 下面是什么 跳空 微补 对吧 跳空不补 在这个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是什么 在那是刹车 对不对 在这刹车 在这换掉档 回踩就换掉的位置 于是跳空不补 再次看到什么 在这 大家看 在这 我看到了 第一点 不光看到了 第一点 而且又看到什么呢 而且又看到的 在此阶段 我又看到的是什么呢 在此阶段 又看到 刹车换挡之后 换挡之后呢 那 他一个摆低 换挡之后的摆低 而且呢 结合左侧 严加健康呢 他此阶段呢 他是什么呢 他是有私心进场 对吧 私心进场之后 他是怎样 跌下来的 他是长音短注 那长音短注 是主力加跌的一种行为 是主力保护自己筹码 保护自己价位 打击别人筹码 一种行为 加跌一种行为 在此阶段 是有私心进场 下跌下来的 他又是刹车换挡之后 下来洗盘的 而且经过长时间的 长时间的来洗盘 大家看一下中线 经过长时间的 在哪呢 他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中线 不清楚 那咱们还是来到这个地方 这出拳之后 他是几月份 16年 16年 一直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 16年 一直到这个地方 打到北地之后呢 打到也是低了 第一下 16年 19年 三年 三年的时间 我看到什么 看到 比如装 是不是 掌听板 是谁所谓装家所来 又是低量加倍量 对不对 又是在此阶段 一直跳空步步 这个地方 在此阶段 一直跳空步步 我看到了装 看到了装之后 拉伸之后呢 下来洗盘 在这个地方 那才引起我的关注来 对吧 在 关键是在哪个地方 引起我 引起我的关注来弄 在这个地方 掌听板 只有掌听板是什么呢 是装家所来 没有掌听板的票 你连一个大洋没有 连一个倍量没有 你怎么能说 说没有装呢 因为我们什么 我们料学看的是什么呢 我们料学看的就是装 找的就是装 而且我们还找非常装 有实力的装 强装 对吧 那在哪呢 咱们分析了 前面 他是有资金经常说 假定下来 对吧 而且在哪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引起我的关注来 怎么引起我的关注来 掌听板 对吧 掌听板 不叫有掌听板 对吧 掌听板是装家所为 并且它有什么 是被让掌听 被让是主力 有实力 有雄心的东西 对吧 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看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特别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就在什么呢 我就在我们的基训班 基训班 视频 交流 我说大家来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呢 看是有庄稼 并且他就刹车换到之后 下来洗盘之后 能看到的摆低 而且这个摆低呢 他又是什么呢 你看 是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我们找到什么 是有王牌 并且他在此阶段什么呢 他是处理机身 处理机身 说明这个庄稼呢 他试探了市场的顶线和底气之后 他是有实力的一个来打算 有计划的 有无敌的 对不对 你看 低量 这低量 加倍量 是不是 并且这个倍量 还是跳空 这还是跳空 回踩的时候 是还没破 定准踩在什么 黄金线上 这次接下来又是什么 又是底 底抬高 刹车 这不是刹车 而在这儿是换挡 刹住车了 也换挡了 对吧 刹住车也换挡了 而且又是底底抬高的了 又是底底抬高 而且又看到了什么 而且又看到了这个庄稼 刹车把 被量 看到庄稼 而且在此阶段呢 它又是什么呢 在此阶段 它又是 夹杂 量的 量缩 那这一阶段的这个风 是谁呀 这个风 是不是这个风 就是庄稼的 它又控盘 又状的这个风 它是灭了以后什么呢 灭了以后再攻击到 这个次阶段的时候 有一个很快的 很好的拉伸 对吧 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那我就跟大家讲 要么大家看 它每次下跌的时候 它是有计划有目的的 有计划有目的的 在下跌 对吧 都能找到底的 有计划有目的的 就是下跌的时候 它是 它是有底的下跌 有底的下跌 每次下跌 都是有计划有目的的 那这个庄稼 有计划有目的的下跌 我又看到了什么呢 我又看到这个 找到了底线 找到了自己阶段性的底点 找到底点之后 它的底底抬高之后 它又是有资金经常 又是控盘 这个风 这个阶段又是控盘 又很强的 一个地方 而且下跌的时候 这庄稼 不断的用单枪 来测试前方的筹码 大家看 不光它下跌有底 找底 而且它是干嘛 每次下跌 它是用弹枪来测试 前方的筹码 每一次下跌 用弹枪来测试筹码 为了什么 为了它以后 找到底之后 为了什么 为了它 后面的拉伤 减轻了它 泡压 对不对 我已经测试了 这方的筹码 这边的筹码有多少 装下我洗不洗盖 干净爬 但是在此间 我测试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吧 而且没走一步呢 我就什么呢 而且没走一步 没撤一步 计划好的来撤退 计划好的来撤退 那在此阶段 我们就要找什么呢 第一个 看它怎样跌下来的 对不对 做测试哪里跌下来 是假跌 不光假跌 而是有计划有目的 来跌 来那个灰彩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在此阶段 我们能不能找到王爬 我们找到底的 第一个 我们找到底的 是阶段性的底部 找到底的 而且在灰彩的时候 看我们能不能找到王爬 那灰彩的时候 大家看 那灰彩的哪个地方 是才到OGM这个地方 是找到底的 找到底的时候 看不看量 这个量 是不是 这个阶段的一个底量 是这个阶段的一个底量 大家看 是这个阶段的一个底量 是我们找到了阶段 底部 而且我们找到了什么 找到了 有没有它平衡 王爬 你王爬要找什么 王爬要找到阶段底部 王爬要找什么 找到它 它有没有平衡 你这是找到什么 找到重要的一个临界点 找到它平衡 再看看有没有自平衡 看有没有自平衡 自平衡是星辰王爬 是 自己也找到了自平衡 它怎样触底际神 找到了 而且找到什么 找到了低调 是找到了低调 是不是找到了低调 而且要找 而且要找 底 底 抬 抬高 是不是 还找王爬 是没有王爬 低低抬抬高的王爬 我们不做什么 不做煞车 这个地方是煞 刚煞车 对不对 我们不做煞车 那一是他 二呢 二事工 二事工 二呢 事工的时候 这我们要看空间 上方的空间 对吧 他既然是在此阶段 他是主力呢 试探了市场的底线 在底 试探了市场的阶段的底部 而且又看到主力 他是有资金厂的 他又是假天下来 假天下来的时候 而且不断的来测试前方的重瓦 看看自己能不能剩我再忘 对不对 而且他回踩的是不是找到了什么 找到了他平和 找到了他平和 而且又形成了什么了 而且又形成了自平和 只要形成了自平和 初比地震 时间三五八天 很快形成自平和 对不对 这我们大家 这时候我们大家要吗 是要找准的基础 怎样找准基础呢 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我们大家找哪个基础 这是抓重点找关键 是抓重点找关键 他是什么 他是这一个阶段下跌一来 下跌一来 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在这个阶段底部的时候 是最高的一个亮柱 对不对 而且这个亮柱呢 当然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亮柱 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亮柱 那我们什么 高亮 要什么 顶底设功法 对不对 我们要找桥 什么叫找桥 是不是我们要找桥 只有站在桥面上面 是才健康 而且在此前 我是妈妈还要找 底底太高 这是刹车 你刹不刹出车了 有他平和 形成自平和 那我们还是还等确认 那在这儿 换岛直接确认了什么 刹出车了 那确认了刹出车之后 是说我们还要找桥 你找到只有在桥上面才安全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大家看 找到桥之后 是我们要结合空间 上方的空间 那这是不是一个白日高亮 是白日高亮 那 在此阶段 它又是左风的位置 它又是左风的位置 它又是白日高亮的地方 那不过这个地方 这是压力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找空间 再次找空间 而且我们要找呢 还要找确认 对不对 确认 在此阶段 我们大家谈一下 在哪 这天 这天是站上了吗 站上了桥面 只是站上了桥面 对不对 那站上了桥面 那有没有确认 有没有确认 有没有过了这个白日高亮空间 要是要结合空间 对吧 那你是 就说我就是短线桥板 我就等到什么 这个空间 这有个五个点 那我们可以试试干 有七点可以试试干 如果是它离这个桥面 如果只有三个点以下 是说我们不能干 对不对 不能干 一定要等突破 这是一定要等突破 所以这就结合呢 结合到什么 我们大家自己的操盘 自己操盘 要哪部分的利润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从这个地方 从来确认这个地方 一直到上面 这个有多少空间 那你看 有五个点的空间 那这五个点的空间 我们大家是不是 稳健的操盘手 不值得我们干 因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你 踩不稳的情况下 没有时间的情况下 看不透的情况下 那你买上 他什么呢 庄家 他是水性氧化的高水 他一旦什么呢 一旦遇到前方的压力 遇到这儿的压力 他必然会下来洗盘 对不对 那大家看 是不是一直没上 这些有单桥来测试 然后一直没什么呢 你看大家看 是一直在这个高桥之上 是在这个桥面之上 没有上工 而且他要洗盘 怎样洗盘呢 单因洗盘 单因洗盘 再来个什么呢 单因洗盘洗不出来 筹码 对不对 他是不是洗不出筹码 他怎么洗的 是不是 大家看 缩量洗的 是缩量洗的 是缩量洗的 第一次洗 第二次洗 第三次洗 没洗出筹码来 对不对 他只有什么呢 庄家层拉肾之前 他要来个下堆 第一次洗第二次洗 行不洗出来吗 我来个联姻洗盘 这联姻洗盘 洗到哪个地方呢 那我们大家是 还要找 抓重点找关键 当什么重点 找什么关键呢 在此阶段 一 这是什么呢 庄家 他是采取 修客疗法之后的 有实力的拉伸 是备量 备量 而且他是触底机身 三日之内 时间定型 三日之内 触底机身 第一个备量 我们也什么 和刹车一样 一 是他 那第二个备量呢 第二个备量没有吗 看第二个备量他是不是 回踩之后 但是有个确认 是有个确认 确认吗 看三不三出车 一是他二十公 备量同样如此 一备量看 二备备量 一是他二十公 二 我们要关 对不对 那第三个备量呢 第三备量 我们大家需要看 要结合空间 上方有一个空间 没有空间 大家要看 看他能不能回来 庄家是水晴氧化的高手 上方突破不了的情况下 他要拉伸之前 必须要回来 一个回踩 一个回踩 所以说 他会在这天 他是什么 虚打敌人 大家看 是虚打敌人 大家看 是被量 是被量 被量大一位 虚打敌人 是石宝自己 宝到哪个地方 大家看 虚打敌人 石宝自己 是宝在这个 大家看 被量 石底 直上 是被量 石底直上 这是虚打敌人 石宝自己 说明 下面来找底 下来来找底 谁要来找底 大家来看一下 他是怎样来找底 大家看 你看 第二天 马上采取什么 又采取个修克疗法 是又采取个修克疗法 你看 他是低量加背量 等于主力 采取修克疗法之后的 有实力的拉伸 一是他二次弹 第二次又是 第二次又是 第一量加背量 是主力 采取修克之后 有实力拉伸 一是他二次攻 对吧 二次攻 主力在第一次是弹 第二次是弹 反复再次洗盘 洗盘洗盘洗盘 最后来的什么 又采取一个修克疗法之后的 有实力拉伸 这是三 一是他二次攻 三呢 三是要主攻 三个背量 小背量 大胆大 小背量怎样大胆大 是不是三个小背量 你才能大胆大 而不是一个小背量 你就大胆大 一个小背量才是主力 试探行为 你就大胆大 一大胆大 痛主力下来 就洗下来 对不对 是大家要知道什么呢 我们用好三号战法 一是他二次攻 二次攻的情况下 我们要看看上号 有没有空间 有没有空间 对 二次攻 那三呢 一是他二次攻 三主攻的情况下 大家还要看 看什么呢 还要结合三日定型 拐点定型 对不对 刚才跟大家交流的什么呢 跟大家交流的 是不是 我们跟大家交流的 我们要结合什么呢 我们要跟大家 结合的三维定型 是三维定型 说实在此阶段 大家看一下 庄税反复的背量伸缩 背量伸缩 对吧 在此阶段 三次 在一在二 不在三 是不是 所以说 在此阶段的时候 这天我就跟大家讲 在那个 继续去跟大家讲 我说 丑小阳 慢慢慢慢 他要什么呢 他要变成白天鹅了 在这一天 就在这一天 我就跟大家讲 他要变成白天鹅了 他怎么变成白天鹅了 特别这一天 我说他要吗 他就要起飞了 这一天 就白天鹅 所以说这一天 我记得我们集训群的 有个老学员 这一天 他把什么 这一天 一个高炮 他把出马 给抛出去之后 一听了师姐说 白天鹅要起飞了 他马上回踩的时候 又接回来 把所有的出马 都接回来 为什么这一天 跟大家讲 白天鹅要起飞了呢 是我们根据 地装柱的特殊的功能 地装柱 特殊的功能 结合什么 结合我们的三个法宝 奥迪的三个法宝 在主力 他呢 测试市场的底线 和底气之后 又是底底排高的 又看到庄啊 他有资金经厂 庄家呢 他有实力 又是他假跌下来的 并且回踩的时候 又找到他平衡 找他平衡 而且又是找到自质 这个自质 我们要找到奥迪三年克 是什么呢 第一个 第一档找到了 第一档 对不对 第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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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找到了之后呢 我们涉及到王牌 就找到了王牌 找到王牌 王牌住 找到了王牌 而且呢 我们找到 庄家 他有实力的 发生的一个标志 什么标志 又是倍量 又是高量 代表 代表庄 只有你庄家的成本 这天是不是 都供双方 大家共同认可的成本 只有你 大家共同认可的成本 不被对手盘所打 打漏 对不对 不被对手盘所打破 只有站上了 你的成本位置上 成本位置上 是不是这个庄 他才能有实力的来拉伸 如果连你的成本 被对手盘所打 你就没有实力 你怎么能拉伸 对吧 所以说就是让大家要找到 用好这个三天课 三个法宝 低调 奥迪的低调 低调 是我们找到的低调 找到的低调 找到的低调 而且找什么 找到王牌 最好是有他平价 自平和 我们不做刹车 一刹车 一观看 一是他二事工 我们在三主工的时候 我们才参与 三主工的时候 这样参与 是在拐点的地方 哪个拐点 在哪个拐点 最好是奥迪起注 奥迪起注 或者平台起注 这个平台起注 最好是过定起注 还有一个触底起注 还有一个触底 对不对 触底起注 对不对 这是这几个拐点的地方 大家买 最安全 而且呢 还最稳 这还最稳 这大家呢 要用好什么 用好三个 也好用好什么呢 用好刹车换打 加油门的地方 对吧 而不是一看见 一看那个敌量 一看那个敌量 夹变量干什么 就开始干 而是要结合 结合左侧的 让架进行 要看是不是 庄稼 他是有自己进场了 他是不是 假跌下来了 对不对 他是在此阶段 他是找到底了 是找到底了 并且在此阶段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找好基础 一定要找好基础 那在此阶段的时候 我们看的是什么呢 看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是高粱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没起长之前 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的是什么 这个是高粱 是看这个是高粱 那只有站在这个地方 我们才能干 对不对 为什么说 在这一天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 丑小羊要变成白天额了 因为这一天什么 因为这天 金主回踩哪个地方 那金主回踩昨天的 昨天的这个石顶 丢回踩哪个地方 丢回踩的 你看 是这个高粱 是站在这个高粱 大家要找好基础 如果找不好基础的话 大家就抓不住主力 他的观点的地方 那这天 大家看 在七长的这一天 在七长这一天 大家看 七长这一天 这一天是什么 这一天 大家看 这一天 是不是这一天也是个倍量 大家看 这一天是不是也是个倍量 而且这个倍量 都过了哪个地方 这个倍量 大家看 这个倍量 曝光过了究竟对比 这个高粱 是不是 究竟对比的 这个高粱 而且它是过的这个 阶段底部的 这个高粱 这个高粱 大家看 它过的什么 过的双桥 这是过的双桥 而且呢 这一天这个倍量 它又是家长 价格是长的 量 量是平的 平量等于缩量 对吧 平量等于缩量 顺便是什么 顺便是庄稼 有空盘欲望的 这是倍量 单枪小霸王 对不对 而且又捅了什么 又捅了左锋这个地方 就捅左锋这个地方 并且又什么呢 平的嘛 平的百日高粱 几个桥啊 它几个桥 一个桥 两个桥 三个桥 再一再二 不再三 在前期 它找到了阶段底线啊 阶段的底点啊 试探了市场的底线 之后呢 啊 你自己进场 有势力拉升 而且下跌的时候 又不断的用弹枪来测试 前方的筹码 走一步 测试一步 并且它有什么 下跌的时候啊 下跌有底 有计划有目的的下跌 有计划有目的的下跌 怎样有计划有目的的下跌呢 下跌是找他便宜 踩在什么 欧千锋的地方 是重要的穴位 并且处底呢 还是处底机身 处底机身 对不对 处底机身 这样处底机身 这样跳空 跳空 这没这个装 它是什么 有实力 它是在前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 经过长时间的洗盘之后 在此阶段 自信比较活了 又是家长两所 又是处理空盘的几个风 它是在此阶段 序幕已久 是吧 那自信之后 序幕已久 是有计划有目的下跌 又找到他平 找到自平衡 又找到阶段的 阶段底线 市场的底线 对吧 主力采取什么 采取虚客疗法 国内拉伸之墙 采取虚客疗法 就我看看 市场有没有表现 没有表现 就少量资金来引导一下 应该是备的 少量资金来引导一下 我看看 我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 有没有这个底气 我把这个盘面打起来 是吧 往往什么 大牛骨走之前 都会反复来洗盘 就像是几个男的教育 一是他二十公 三十公 都会反复反复反复在这洗盘 只有反复反复洗掉什么 这叫跟风牌 对手牌 套牢 在这个地方啊 给大家洗掉了之后 他才能放心的 大胆的来打扯 所以说这一天就跟大家讲 什么 这一天就跟大家讲 这个抽象要变成白天鹅了 怎么变的 大家看 第二天 他要变 是不是他要飞起来呀 这样飞的 碰一个挑衷 对不对 我就从这个地方 我们成本 是不是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成本三块多一点 成本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直做到哪个地方啊 有些学员没拿到头的话 大家也知道 市值拿到十块多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在这一天 大家讲的 是我们大家要 不要贪懒 不要贪懒懒 这一天 为什么 是打出一个阶段性 一个高量 阶段性高量 高量 力质不同 性质不同 阶段性的高量 是什么 是主力兑现的一种 市场经历 对不对 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 十五块多 大家是高跑 在这个地方 然后 大家看 一直喷喷 下来 我们这一波 我们多了几 给大家知道 三块多了 做到十块钱 做到备 就是用的什么呢 就是用的 用好的我们 奥底的三千科 用到我们的奥底的三千科 并且在此前段 还跟大家讲 让大家找主力的 它的规律 找规律 我们给大家 找个很细很细 这个地方 就是用好什么 用好这个低量 对不对 用的这个低量 用的这个低量 轻辣的这个状 我们获取的这个 这一段的文定盈利 获取这一段的文定盈利 用好的 卧底的帮牌 卧底的帮牌 用的什么 找到庄家的标志 对吧 康桥 要找到白点呀 对吧 要找到就是 庄啊 是不是 敬意什么 敬意我们大家用的 这个低量 低量 还有什么呢 还有大家看一下 这个清清 清清这一期 大家应该很清楚 一了 清清 在哪呢 是在这个地方 那实际写的 对吧 大家看 这一天 给大家找的小风筝 五点 一一 五月十一号 五月十一号在哪 在这 这一天 受评的时候 跟大家讲 我们要关注 对不对 为什么让大家来关注 是不是 大家看 清清是不是 与那个谁 清清与这个 嗯 丑小雅 摩素 异曲同工啊 怎样异曲同工 大家看 是此階段 大家看 是不是 有次进进场 掌精板是一所谓 庄家所谓 有次进进场 然后呢 接下来大家看 是长音 短注 假定下来 是长音短注 假定下来 并且是不断有单纯来测试切换出马 中心来 在阶段底部呢 它是不断的呢 大家看 有次进进场 次进场 这马上 长音短注 假定下来 有次进进场 大家看 看 跌下来 是吧 那再次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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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找到 第一个 主力什么 不作为 我就采取 休克疗法 我不作为 我来看看市场 你们的表现 我是不是洗盘 是能把这个盘 给洗干净 我就看大家 有没有跟帮盘 有没有跟我 来做对手盘的 有没有来抢仇的 把它测试一下 对吧 看到了 第一辆 第一辆之后呢 我们看到 第一辆加倍辆 第二辆加倍辆什么 是主力 采取休克疗法之后的 有实力的拉扯 是不是 那在此阶段 是不是我们大家 都要找好基础 找好基础 那在这个地方 洗的这段时间 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谁是高亮 谁是康桥 那这一天 这是康桥 对不对 那从这一天 在洗的时候 从这一天开始 这一天开始 从这开始 那我们大家看 谁是康桥 谁是最高的亮 谁是最高的亮 那他是最高的亮 对不对 那我们画的在哪 是在这个地方 那是 只要占满了这个 康桥 占满了这个康桥 是不是大家 我们就是机会啊 那大家看一下 那这一天 我们找到什么呢 找到了低调 是找到了低调 那在这个地方 又找到了低调 是吧 那低调 是不是要有个确认呢 是低调要个确认 在这儿 是没确认 它是低调 后面还跌 对吧 那这个地方 是确认的 这一天 是个跳空 而跳空呢 但是又是被挡 低调加被挡 注意才是休克疗法之后的 一个势力的拉伸 对吧 而且这个地方呢 它是不是又是底底太高 底底太高 那我们就要关注吗 关注这个康桥 是关注康桥 看能不能过的康桥 不能不过这里是压力 对吧 那第二天 大家看 第二天 第二天怎么过不过这个康桥啊 是过了 所以说 这天一个跳空 过这个康桥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大家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 我们大家跟上 跳空 亮波不见 刚下来灰彩 灰彩跌跌太高 这种在此阶段 我们要跟上 但是如果是 你没找准基注的话 这是刚才跟他讲 低量 我们就近对比 要就近对比 低量 那这一天 怎么说的低量呢 这这天的倍量 确认它是低量 对不对 那这一天是没确认 这一天 它是低量 那第二天是没确认 它是低量 对不对 那我们大家要导准基注 在此阶段 没出现这些跳空的时候 它就是 康桥 高亮 它是高亮 高亮 康桥 那我们大家 如果是我们大家 什么呢 如果我们大家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在此阶段的时候呢 那我如果没找好基础的话 没找稳基础的话 那我找的是这个 对不对 你不应该 什么呢 隔山大楼 在此阶段的时候 在此阶段的时候 这一天 这一天 这一天往左看 你就要吗 这一天 这是康桥 这是康桥 那你如果是 你不认为这是康桥 你把这个当成康桥 把这个高亮 当成康桥的话 是不是你就错失了 这个掌停法 就错失了掌停法 等它过了 这个地方的 说是多少 是15.2 那15.2 是已经掌停了 这个地方 你根本来不及 15.2 你看15.2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15.2 一个冲高 在这个地方 几个点了 八个点了 在这个地方 是什么错失了 这个法 而你找准的基础 就近对比 你找准的基础 而且这是个小凹建峰 又是重要拐点的地方 对吧 这是凹建峰 重要拐点的地方 那你找准的那个基础 这个掌停法 就与你这一天 找准的这个基础 有关了 有关系了 所以大家要就近对比 而且 而且要在拐点定性 集合拐点定性 拐点的地方 正要拐点的地方 来抓 看能不能站稳这个康桥 对不对 高亮 找好基础 高亮 找好基础 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要就近对比 就近对比 你不能隔山大陆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什么呢 当然大家要看一下 看一下是 在奥迪的时候 奥迪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找帮帕 是不是还要找帮帕 找帮帮帕 第一个 我们找到底 要底底抬高 是不是底底抬高 在这个地方 刹车 换挡 灰彩换挡的位置 对不对 刹车换挡 这是我们要找底底抬高 不错刹车 我们观 观察换挡 观察换挡要看 上方 上方没有空间 对吧 是主力有自信进场 之后假跌下来的 假跌下来 必然它假跌 它变有增长 是不是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我们要找 刚才跟大家交流 你找好吗 找好基柱 找好桥 究竟对比找好桥 对不对 找好桥 就是什么 找好了 找好了桥 找准了基柱 我们才能 抓到它 抓到它 打破平衡 是很多那些 差那些点 对不对 如果是你在这样 找不准这个桥的话 找不准高 究竟对比找不到高 那你就会痛失这个 痛失这个吧 对不对 你看 我们呢 在这啊 好嘞 大家看 在此阶段 我们找到了百滴 找到了滴量 找到了百滴 找到了滴量 是不是啊 找到百滴 找到地边 而且又是 澳迪的滴量找到了 我们又找 大家一看 要找王牌 是哪儿王牌 底底排高的王牌 是不是 刹车 换党 对不对 找王牌 这又踏平衡 又踏平衡 不知道刹车 一刹车 二关档 关档还要找空间 看上面有没有空间 对不对 上面要看有没有空间 而且要找他们 救情队 找康桥 是建康的桥 你昨天来比 是没超过四点 就是建康的桥 是不是 那找到了 那找到了 当他一突破的时候 突破桥的时候 上面就要第一时间抓住他 这鬼脸 第一时间抓住他 这样拔住他 他一个跳动说 能不能 说明这个壮 他是有实力的 对吧 他是有向上欲望的 要起掌的 所以说 在此间的 看到 看到这个壮 看到壮 并且能看到 什么的 你看 杨舵 因少 杨告因矮 是不但有自信经常的 不但有自信经常的 所以说 在这一天的时候 那世界就在哪 在这个地方 我又看到是家长 是啊 家长 这一块是家长 而那是说的 是主力控盘之后的纳神 所以在此间 告诉大家什么呢 我们 底部的小峰 就又起来了 再拿起起来 在此间 有自信经常 跌下来 就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 是在这个地方 世界最后 可以跟大家讲 讲的什么呢 第一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 等他过风之后 保底了 那我们再接 第二步 现在你看 大家看 是不是 杨朵银少 杨成坦一分下 并且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这个庄稼就有什么 就是个枪桩 触底即是什么 一触底 就是个掌杏把 一触底就是掌杏把 说明就是个枪桩 所以说这个 这个桩 他过顶之后 保顶 过风 保顶之后 我们大家还要 还要高度来关注一下 这个庆庆 因为什么 因为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这个庄稼 他是比较有实力的大神 他是有实力 有实力 就这个 大家还要关注一下 还有什么 还有飞龙 飞龙也是 大家看 也是自己凡事万 有自己进场 并且大家来看看 突然缩背 在这个地方 但强 缩量同高 之后 他突然缩背 刚才跟大家交流的 交流的什么呢 在这 注意 缩背的地量柱 这是康底 与拉伸相互用的标志 所以说 他突然缩背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登大眼睛 这是什么 这是主力 他往往采取性客疗法 目的在于清洗复仇 康实底部 测试的是支撑 他一看一看 现在价格 他能不能成熟的住 而且同时来看看市场 市场的表现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在此结果 为什么 这非龙世界跟大家交流 我们大家 看这个 你看 他是不是 与自己进场之间突然锁背 因为采取性客疗法之后 他会采会采会采 一直采采到哪个地方 是找地量 地量是摆地 就找到摆地了 而且这个摆地 是什么样摆地呢 是找到他便宜 回采有点的他便宜 杀出车了 对吧 这是杀出车了 那在此结果就换挡 它怎样换挡的 是 你看 地量 加倍量 而且是个掌平板倍量 这主力采取性客疗法之后 有实力的一个拉伸 并且此结果 还有什么条件 那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桥高量 是桥 那在此结果 我们就画了什么 再次结果 我们就在高量上 高量尸顶 为桥 高量尸顶为桥 是不是 要结合什么 结合空间 上方的空间 是结合上方的空间 第一次 是一实态 第一个实态 一实态我们来看 看你怎么长的 对不对 一实态 第一次实态 实态过不过 是没过 第一次实态 下里洗盘 怎样洗 下一阵阳 被动车 第二天 又是长一阵阻 又是缩三一 是不是 正好找到了 他平衡 而且在此结果 也形成自平衡 对 在此结果 有一个条空 自平衡 在此结果 洗盘的时候 那时候 连一洗盘 连一洗盘 那你洗盘 洗到哪个地方 是洗到黄金线 那个地方 大概是洗到黄金线 那个地方 洗到黄金线 此结果 在此 居间的时候 洗盘 通向来洗盘 那这天又是什么 这天是欲说被量 是不是又是个 跌量价被量 逐利采取修克疗法 大概 是采取修克疗法之后 又一个又实力的 二神 一是他 在此阶段 一是他 二是公 是二十公 二十公 三 再要主公 这三要主公 三怎样主公 又是主力采取修克疗法之后 又实力的拉伸 这样过的 大家看 是不是 又是缩量 缩量过的高量 必要灰彩 灰彩 就是黄金线 找到什么 找到他平衡之后 又形成了自平衡 怎样形成自平衡 你看 究竟对比 对不对 究竟对比 怎样究竟对比 这是不是 又是个康桥 这是康桥 他过了这个桥 之后又形成了自己 自是哪一个桥 而且这个桥 什么样的桥 健康的桥 健康的桥 每次回踩不破什么的 他用的什么的 你看 左支又撑 是不是 长腿踩先 踩他们 凹金纹 左支又撑 家当 量素 处理空爬 在此阶段 是不是 那我们大家呢 在此阶段 是不是 过了这个桥 过了这个桥 确认了 一是他 这是二十公 确认了 那又站在什么呢 他又站在这个桥面之上 被抢 高质量的王牌 被抢 是在此阶段的时候 那每次回踩不破 这我就给大家小几次 每次回踩不破 每次回踩不破 就大家小几次 等过了吗 过了这个 左风 高量 左风 最后拐点的地方 你又是什么呢 你又是一个 你看 温和放让的 长腿把 是在此阶段的时候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 庄家 他是 一步一步一步 一点点 一点点拉扯 一点点拉扯 而且还是含蓄不张扬的 那比什么呢 比这个高量 究竟对比高量 是他是家长 那不说 是庄家 空盘 是主力空盘 空盘的拉扬 对不对 我们看到主力 什么空盘之后拉扬 这个地方 是不是我们看到 看到庄了 掌庭板上看庄了 并且在重要 快一点的地方 看到这个庄了 对吧 我们找到什么 我们找到的低调 三个法宝 对吧 奥底 找低调 找到低调 而且这个低调 又是什么 而且低调 现在又是低调 抬高的一个低调 对不对 从此阶段 我们看到 撒出车了 被换倒了 而且在此阶段 横盘整理了 并且就是 一是他 二是宫 三主宫 这个地方 对不对 三主宫呢 反复主力 开始修和疗法之后 有实力的拉扬 背让伸索 背让伸索 是不是 主力有实力的拉扬 一是他 二是宫 三主宫 这样主宫呢 他又站稳了 就近的高量 他又站稳了 阶段底部的一个高量 站稳了桥 在桥上面 踏踏实实 并且他主攻的时候 没有看到 主力 他是控盘之后的拉扬 所以说 这一天就跟大家 合纸作业 对不对 跟大家合纸作业 大家看一下 我们控制作业之后 你看他什么表现 碰碰碰 长了几个板 一二三四 如果这一天 你们看到 是这一天 早盘的时候 我跟大家交流 我跟大家下来 关注一下 背路 对吧 看他怎样过风 保定的 那这一天 看到主力 他是控盘之后的拉扬 他又是在阶段底部 我们又找到的 卧底的 又找到这个低量 又找到的桥 又找到王牌 又看到主力 有实力的拉扬 那大家这一块 第二天是就应该干了 事情该跟着上 这个强壮 是我们才能获得这份 这部分利润 对吧 还有个华银电力 大家也知道 这一块也是 我们做的 对不对 这块 一直我们 跟大家交流 这块 这块 跟大家交流 对吧 这个同样如此 他是经过什么 经过长时间的洗牌 大家看 这有资金经厂 这达到百地 这达到百地 这有没有被确认 达到百地 你看 在哪 在这 有没有被确认 没被确认 下来洗 是洗牌 经过 这是两年的时间 你看 在这放量 放量之后 下来洗牌 两年 在这 一直搞这个 有资金经厂 两年的时间 在这两年的时间之后 有资金经厂之后 大家看 有资金经厂之后 在此阶段 看看什么 缩背 缩背 是刚才跟他还讲的 我们看到什么 突然缩背了 突然缩背 大家是要瞪大眼睛吗 突然缩背 这是主力什么 他是在抗尸底部 这是抗尸底部 拉成相互用的标志 大家看 是不是 它什么 假跌 太明显的假跌 对吧 缩背 是我们大家要瞪大眼睛 记得他吗 我去把它 再加入 这个资金经厂当中 你就往他打 你看一打就缩背 一打就缩背 下跌 你就不喊跌 我不管你跌到什么地方 那我就看你跌 看知道什么 知道你 撒出车了 换党了 那我再来关注 对不对 大家看 是在此阶段 在此阶段 撒出车了 是 撒出车了 对王牌 是撒出车 在此阶段是换党 这是换党 成功了 对不对 还有一个确认 半党成功了 对吧 在此阶段是我们找到北地的 找到地量 找到地量 在此阶段是找到地量 那在此阶段 我们是 在走到这儿 找这个桥 那走到这个地方 找这个桥 对不对 走到这个地方 找这个桥 找这个桥 那么过这个桥 过这个桥 我们大家干 不过这个桥 我们就不干 对不对 走到这个地方 我们找这个桥 那过这个桥 我们再干 不过这个桥 我们不干 是不是 那大家看 是不是 在此阶段 在哪呢 就在这个地方 在此阶段 他下来洗牌 对吧 在此阶段 他下来洗牌 洗牌我们找哪个桥 大家看 这 找北地了 地量 刹车 是在此阶段 刹车 关档 它是又过了重要拐点 凹减凤的位置 这又过了 不光过凹减凤 而且又过了这个桥 对吧 过这个桥 是这天我们就可以干 是这天就可以干 你干 碰碰 所以我们就获取 这把女人 对吧 江泉也是 江泉 大家看 江泉 是我们看吗 有资金厂吧 他突然 突然缩背了 突然缩背 我们就会看 我还洗 怎么洗的 假跌下来 你洗到哪个地方 那是有它平衡 而且又没次平衡 是有没次平衡 那我们在此阶段 就近对比 从这开始 就近对比 它是桥 是过了这个桥 就是凹减凤 那这又是凹减凤 那过了这个桥 过这个桥 那这天是大家 第一是要我们跟装 甚至跟上了 甚至跟上了 那在此阶段 大家再来看 我们找个技术 就近对比 就近对比 那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走到这儿 我们以它比桥 对吧 那下来之后 我们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以它比桥 对吧 那走到 走到今天 走到今天 是我们要以它比桥 以它比桥 对吧 而且呢 这个又是什么呢 是缩量桶的这个凹减盒 桶的高量 那占门了这个地方 是不是我们前期看到的是 假跌下来的 突然说被假跌下来的 这又是什么 用单枪 缩量桶高 那它下来之后 找到它平衡之后 形成次平衡之后呢 它是不是第一波 就看到这个地方 是看到这个地方 那找到次平衡之后 那我们以它为桥 究竟对比以它为桥 是过了这一天 只要是占门这一天的高量 占门这一天 这个高量 是不是我们大家就可以干 那这一天是没占门 没占门是我们可以 等 那这一天 它是开盘开在这个高量之上 对不对 开在高量之上 那我们大家就等大眼睛 又过了 又过这个凹减 又过这个桥 过两个桥 是我们要干 是不是 这是突然缩背的 突然缩背的 假跌的 明显假跌的 大家一定 一定要等大眼睛 一定要看 看你 看你回彩 回彩 因为他平衡 因为他平衡 因为他在兴致自己自平衡 那么在过了 究竟对比这个桥 过了究竟对比这个桥 大家过了桥面高量顶 大家要试着干 要试着干 对吧 大家看 伊利特 伊利特也是 大家看 伊利特在哪呢 伊利特 它是 伊利特 大家看 在此阶段是 与自己进场 并且大家打高量之后 它是 你看 在此阶段 加平 你看 量是缩的 是量缩的 并且大家看 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就叫做低量了 叫做低量了 叫做低量 是在此阶段 大家看 伊利特 你看 在此阶段 是 背量是锁 到低量了 是 在此阶段是 形成王牌了 在这刹车 形成王牌 那在这 这是换的 一是他 二是他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阶段的一个桥 大家看 是这个阶段一个桥 这个桥过哪个地方 是过这个凹阶 过这个凹阶 是过了这个凹阶 是过了这个凹阶 凭的这个左风 是凭这个左风 那这时候大家看 过了这个桥 过了这个桥 那我看到 此阶段也自己进场 那下跌的时候 你赶紧下跌 那我就看到这个地方 第一步看到这个地方 那只要是他呀 撒着车了 撒着车了 也呢 也换倒了 而且 看看他们站在桥上 那站在桥上 那我就带 那不站在桥上呢 我就那个 我就换 对不对 那我们大家看 猜是什么 30定型 是一二 那第三次 他怎么过的呢 第三次 这个跳空 而且是什么的 怎样过的 是不是小碧阳 还需不扎着小碧阳 我又看到了 看到了庄了 看到了庄了 我们又找到什么 没找到空间了 那大家是不是这个地方 掌听板复盘 我们又看到什么 看到了在阶段底部 我们找到的低调 奥迪 奥迪的低调 又找到吗 这又找到王牌了 找到王牌了 而且我们找到桥了 是不是 而且又看到什么 关键是看到的 能看到庄家 这边还需不张扬那个庄家 既然有资金进场 一甲跌下来 又是庄家探视了市场的底下 和底气 我又找到了标准了 那 是不是又30一定性了 所以大家可以干 干了之后 是不是大家看 是我们就获取这部分利润了 就在这 从哪来到哪去 就获取这部分利润 所以说 大家要看到什么呢 看到突然缩背的 突然缩背的 快看 突然缩背的 突然缩背的 被挡住 突然缩背的被挡住 大家要瞪大眼睛 大家要看到什么呢 看到长期洗盘的 长期洗盘的 喜无可喜 跌无可跌的 大家要关注起来 再一个什么 再一个是庄家 明显自己进场了 突然缩下来的 缩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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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缩下来的 而且呢 他又是 在此阶段突然呢 他有个缩背的 缩二一 缩背的 大家要高度 突然缩下来 往往呢 大牛骨 往往容易 产生在什么地方呢 长期洗盘的 大牛骨 像华音电力 大家看 洗多长时间 从盘整理多长时间 下来洗了多长时间 一年两年 很有多长 那数目多高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抽小鸭 抽小鸭也是 很有多长 数目多高 洗了多长时间 第一步不要扎实 然后再打出来 是吧 还有大家要什么 要结合 世界跟大家交流 先打呼啸 什么 结合先打呼啸 第一个 大盘趋势 大盘要向好的情况下 大盘要向好的情况下 而且要什么 这个板块是热点 为什么轻轻磕酒 他能打起来这一波来 那这一波白酒 大家也知道 这一波白酒 它是个小趋势 是要他能打出个小趋势来 要结合 五指盘面 大方向 要结合热点板块 然后大家在什么 再来结合 世界跟大家交流的 三个法宝 三个法宝 在试探 试探了啊 庄家试探了这个市场的底线和底气 就是低量 是低量 试探了市场的底线和底气之后呢 它什么呢 它是一个吃力的拉伸 吃量吃力的拉伸 嗯 我们要找比例抬高的 我们而不能找嘛 这比例降低的 就像什么呢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 跨影电力 你看 跨影电力 大家看 这段时间 准备出马 是不是一个高量之后 摆下来 你看看这摆低 摆低之后还有摆低 你看 是不是摆低之后还有摆低 是他没得到确认 摆低之后 你看 这摆低 在这 是啊 这摆低 这是摆低 是啊 没得到确认啊 我们要嘛 要找低低抬高的 要找低低抬高的 而不是找嘛 低低降低的啊 而不是要找嘛 低低降低的 你找低低抬高 真底真底抬高的 要这样的王牌 第一个刹车不做 第二个换党 换党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上涨的空间 那第三个 再结合三倍定性 乖点的地方 乖点的地方 嗯 过风起处 对不对 奥地起处 对吧 在重要拐点的地方 我们抓住 怎样抓住他们 按照康桥 这究竟对比 或者是康桥 这康桥是什么 桥呢 健康的桥 而且代表主力 代表的是庄 我们找嘛 有实力的 看是掌听板之后的 只有掌听板 才是庄稼锁 你连个掌听板没有 连个大洋没有 那你找这样的康桥 这样的王牌照 这样的医量 其实我们获利也慢了 对不对 我们获利也慢 因为这个庄家太紧 还没什么呢 这样庄家 才在阶段底部 才在那儿系统 建藏 那你跟他 你跟他建藏 所以我要找什么呢 大家要结合一下掌听板 结合大洋 对不对 大洋 掌听板 结合中央乖点的地方 那这个样子的 底部的三个法宝 才是我们要的 对吧 好 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 大家用好奥迪的三个法宝 我们来获取稳定的盈利